第一次是CAMEL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開箱就是這個盒子 就是這個DX Holy Ring 5 Stamp 就是這個CAMEL RIDE LIVE 一個進化的配件 就可以變成HolyLive 還是Holy Ring的形態 我這個形態 我本人覺得的配色和造型 我自己都OK 都蠻帥的 然後這個Five 3 沒進 我覺得可以接受 建議價格下回 因為之前都最高炒過298 左右 現在跌下去160-180 左右 買盒來玩一下 雖然遲了些開 但不要介意 買回來就沒理由不開一下 對不對 廢話說完 事不宜遲 馬上插出來看看 Stample 開了出來 包裝裡面是一個紙皮盒 都很斜的一種包裝 前面書貼在這裡 不要太太介紹 最主要就是介紹本體 當然 用這種叫做鴨綠 或者是一個藍綠色的 做這個主體 然後有一個白色的翼在這裡 都算蠻特別的一個Stample 都是大印之一 試一試 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拉翼 一個是本身的適合 按一下 先按一下 聲音都是十分之大聲的 吸收 這樣 如果要翼就按這個 這個就像左輪手槍的彈甲位 這個位置 如果可以轉的 其實我覺得正好多 但是沒有做出來 比較可惜 一點 本身的音效大概就是這樣 試一試這個 單玩的聲效大概像這樣 事不宜遲 插進腰帶 看看聲效是怎樣 不宜適合 那 Layman 變身聲效大概是這樣 有一點點神聖的感覺 槍變身後的造型是這樣的 變得更加大 變身聲效方面 都是Revise系列的標準 重複up 變身後的名字 你說好不好聽呢 我個人覺得OK 但特色我嫌有少少未夠 槍擊聲 都是普通的槍擊聲 有兩款B殺技 首先按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Holy Justice Finish 另一個就是這樣的 B殺技 第二款B殺技 B殺技的聲效就是這樣 其實大概都是玩完 這個Stamp可以玩的 如果你要玩多一點 就試一下 Refise Silder的聲效是怎樣 OK Refise Silder就拿出來了 事不宜 先試一下 B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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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這樣轉一下 那就跟腰帶上的一樣,大同小一樣 那就試完了 最後就來做一個總評 這一款印我自己10分入面會給你7分 其實它的可換性並不高 雖然印章的形狀是比較特別的 可換性方面其實都是一般的 你說美不美觀,這個就見仁見智 我自己個人就可以接受 這個,如果你現在的市價大概180元左右 其實我是都推薦的 這個形態的皮套我自己覺得挺漂亮 雖然你喜不喜歡,當然是你自己一個人主觀 那就大概這樣 這次的開箱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給我一個like 喜歡下面留言跟我說 還有記得分享這條影片給你的朋友看 還有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多謝大家的收看 然後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